哈囉大家好,我是華生 我是阿溪 上一次我們回答了20個關於打工度假大大小小的問題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就要重點來回答關於住宿或是找房子的問題啦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今天我們挑了6個Q&A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吧 GO! 那第一個問題是 到澳洲的第一份工作跟住宿要怎麼找呢? 我覺得首先還是出外靠朋友 如果身邊有朋友做過的工作 或是住過的房子 然後你了解清楚覺得可以的話 那就先請朋友幫你推薦 這樣效率通常是最高的 我們當初也是在國內就找好了第一份工作 那個工作就是透過澳洲的朋友介紹的 然後我們就順便問了他 那你當時做這份工作說住在哪呢? 所以工作跟住宿就透過朋友就找到了 然後我們還有自己在FB的社團跟微信的一些群組裡面 再找了一些工作跟住宿當作備選 以防萬一 如果說情況沒有那麼理想 就是你可能也還找不到身邊 在澳洲工作過的朋友 那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下 你也可以考慮找澳洲當地合法的中介找一份工作 然後在那個區域去找相應的住宿 因為透過澳洲當地合法的中介的優點呢 第一個是他們是免費的 不會收求職者任何的費用 然後再來是他們通常合作的工廠或是農場 都是當地口碑比較好的比較大型的 第三個是一定是合法的白工工作 那第四個就是 基本上如果這個中介跟你確定好 你可以入職 那他最後跳票的機率會比較低 而且他們會提供給你一個入職性 那在你入境澳洲過海關的時候就會比較順利 那除了通過中介去找工作 其他找工作的方式 我們在之前的幾支影片裡面也有提到 特別是我們還有附上了 農業和工業的全澳工作地圖 以及一些自己可以投地工作的方式 那如果你還沒有領取過這個地圖的話 待會看完影片就可以私訊我們囉 那住宿方面呢 我們當時第一站是先落地了布里斯本 因為我們已經提前找好工作了嘛 我們知道幾月幾號會開工 所以我們就計劃好提前兩週左右 先落地了澳洲 然後我們是先在FB的社團裡面 用短租布里斯本的這個關鍵字 去找到了一間可以短租的sharehouse 那那個房間也是帶獨立衛生間的雙人房 然後一週的費用是200塊澳幣 還蠻便宜的 然後我們趁那兩週的時間就辦好了 稅號、銀行卡、手機號、保險 還有買車等等 然後我們還在微信的社團裡面 找了一個三天的短期打工 體驗了一下 對 然後華深還有趁那個時間 去面試了一個辦公室的工作 也是一個不一樣的經歷 所以當你提前規劃好你的這些行程 你就會有一些多餘的時間 可以去做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如果你那個時候是一個人 然後又找不到短租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先住在背包客棧 熟悉一下當地的環境之後 再去找長租的地方 因為像是在親旅裡面 它就會有很多國籍的背包客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可以交流訊息的地方 對 那總之呢就是要充分利用你身邊朋友的資源 以及搜索的能力去提前安排好你的行程 即使剛開始的時候多花一點錢也沒關係 之後都會賺回來的 沒錯 那說到錢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目前澳洲一個月的生活費加住宿費大概是多少呢? 關於生活費和住宿費 我們在前面的影片中有提到過 我們估算的平均生活費包含住宿大概是1500澳幣上下 那根據個人情況可能波動比較大 會在1000到2000澳幣之間 那如果單說住宿費的話 那當然在不同地區它肯定差別是蠻大的 對像是在大城市的市中心 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比如說你在雪山工作 它的住宿費就會比較高 單人的平均住宿可以到150到250 這個範圍不等 那如果你是在大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地段 或者是在一些小鎮啊 或者是偏遠地區 單人的住宿每週大約是在100到150之間 那雙人平攤下來的話 那就是一個人會比較便宜 那像我們之前住過的 大概都是落在200到240一個禮拜 然後是雙人的費用 所以總體來說呢 其實租房子就是看一個供求關係 那如果說那邊的工作機會越多 淨流入的人口越多的話 競爭越激烈 房租肯定也是一段床高 按我們的經驗呢 如果說你找的是一些有農業或工業的小城市 小鎮的話會相對好一點 房子還比較好找 然後房租也不貴 工作的收入也會比較穩定 那第三個問題呢 是想找澳洲的換宿家庭 要在哪裡可以聯絡到呢 這個問題好像也是蠻常問的 那換宿的話 除了留學機構 或者是那些語言學校 聯絡家庭之外 我們嘗試過的平台有 HelpX和Woof 那這些平台大多都是會員制的 價格也不貴 一年平攤下來 每個月也沒多少錢幾十塊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個 訊息撮合的一個平台 上面的話就是換宿家庭 會上傳他們自己的資訊 自我介紹 然後包括一些照片 那我們自己的話也需要上傳你的自我介紹 還有你的個人照片 包括你的工作經歷 所以我們就可以彼此互相選擇 你可以自己主動的投地履歷 也會有家庭主動的邀請你去住在他們家 上面的信息還蠻全面的 然後他們也會提出換宿的要求 通常來說換宿的要求都是讓你幫忙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 比如說修剪庭院 然後幫他們住宿家務 對 然後還有帶娃 遛狗 還有有些是農場的 它會讓你去照顧動物 那基本上一天大概就是工作二到四小時左右 然後就可以換一天的住宿加三餐 那不同的家庭其實需求差別都挺大的 對 那他們都會把他們可能需要你做的事 就是會寫在那個網站上 那你也可以去參考 曾經換宿過的人 他的評價會更真實 就是他們實際上到底做了多少個小時 然後住了怎麼樣 吃了怎麼樣 然後做了什麼工作 這個一定要參考 對 那我們之前呢 其實遇到的家庭都還蠻不錯的 對 都蠻輕鬆的 就是只是要求我們幫忙 一起準備晚餐啊 或者是 做做家務 對做做家務 嬉嬉地拖拖地 或是幫忙遛狗 然後他們就會帶我們去看球賽啊 或是跟朋友聚餐啊 或是帶我們去觀光啊什麼的 就還不錯 對去一些他們當地人才會去的活動 或者說地方 但是當然也有比較累一點的工作 可能就是整理它超大的花園 幫忙種一些小植物或是種樹 還有的當地人他是做生意的 有可能他是做那個 可能要去幫忙做一些工作 等你房間 雖然說也蠻累的 有時候累到回家都不想動 但是他們也會準備很好的食物 然後晚上會跟你一起聊天 有的會音樂的 也可以跟他們一起唱歌 所以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體驗 就是讓你有機會 跟當地人生活在一起 那我們之前呢 還住過有一戶人家 他有養 兩隻草泥馬 對 所以我們就有幫忙照顧草泥馬 然後還有去產他們的屎 大家經過草泥馬的屎的樣子 很多喔 所以如果你對幻宿也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會再專門做一期去分享一些 我們在幻宿中遇到的一些人 他的故事 然後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第四個問題是 澳洲租房需要找仲介嗎 或者有推薦的網站或是APP嗎 我們之前找房子 其實也試過用一些 當地的房屋仲介網站 比如說Real Estate 還有Domain 這些的 但最終我們找的房子 其實都不是在這上面找的 那原因是 我們在這些平台上找到的房子 他們一般都是很大的 一整棟 然後就會有很高的租金和風險 通常可能要付四到六週的押金 這對於我們可能經常要移動的人來說 就太多了 但如果你是要長租 或者是你在悉尼、墨爾本這些大常識的話 可能還是會用到這些網站 我感覺這些網站可能比較適合學生簽的人 因為你可能已經確定校區了 然後你會在那邊住至少二到三年 對,可以跟朋友合租 對,跟你的同學一起合租 因為它上面的基本上都是空房 沒有附家具的 所以就可能會需要自己額外添購一些家具 那對於背包客來講就不太實際 那其他的渠道像是線上 你還可以透過當地FB的一些社群 你直接輸入你在那個小鎮的名字 去搜當地的一些租房社團 或者是微信的社群上面也有 那再來就是還有當地有個Gumtree這個網站 但是上面的資訊就會更雜一點 所以真的會需要自己有 見別真偽的能力 首先當然要確認一下他發的照片 然後再來就是要問一下 那個區域他的風評怎麼樣 那再來就是一定要跟房東約時間看房 對即使要去看房的話最好能夠選白天 比較安全 那實在不行要選晚上的話 最好也是拉上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去一起看 一方面是有個照影 另外他也可以幫你參考給一些建議 那如果你到當地去看房之後發現不是很滿意 你還可以到那個shopping mall裡面 或者是超市裡面 他也會有個誤告欄 通常都會有一些當地的住宿訊息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直接打電話去看房 沒錯當然最高效的方式還是找朋友推薦了 我們之前找的比較好的房子 大多都是朋友推薦的 而且有一些就是CP值很高的那些房東 他其實不太會PO在網路上 基本上都是靠口碑介紹 他可能就是環境很好然後房租又不高 這種他就不會PO出來 因為他不缺房客 的確他很挑人 對所以說多交朋友真的是有好處的 沒錯 那第五個問題呢 是找房子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價格水電跟家具之類的 我覺得首先是要看你想要的居住條件 例如說這個地方離你工作的地方有多遠 平常通勤要多久時間你可以接受 那如果說你開車的話 要問清楚有沒有停車位 然後你需不需要獨立的衛浴 還有他的押金是交多久 通常對背包客來講可能一週到兩週的押金是比較合理的 那再多的話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對如果說你之後想要退租的話 他退租的條件和他退租的時間 然後你的房租是單週付還是雙週付 然後通常禮拜幾要付款等等 那以上如果你覺得有點多的話 最好還是白紙黑字跟房東把它寫清楚 因為我們之前住的都是朋友推薦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簽合約的 但這個就是看你覺得對方的評價怎麼樣 還有你能不能信任他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那關於水電的部分 如果你是合租的話 它要麼是包含在你的租金裡 或者說房東會明確的說 他是額外要付多少錢 一般是12幣左右 除非是你住的是酒店式公寓那種 他們的水表和電表是單獨合算的 否則一般的房子是不會單獨配的 這一點提前都要問清楚 那家具的部分的話 一開始其實透過照片 然後還有你去看房的時候 你就可以確定好了 他有付哪一些家具 然後包括一些生活用品 像是枕頭啊棉被啊床單這些 你也可以問房東他有沒有付一些衛生紙啊 或是洗衣精啊這些 對因為如果說你一個人的話 要囤很多東西也是一個負擔 因為我們有住過沒有付的 跟他有包含這些生活耗材的 那這些都可以問 那還有一點想重點提的就是 如果你是合租或者跟房東住在一起 在你決定租之前 一定要感受一下這個人 是不是跟你合得來 你看房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挑一個大家都在的時候 然後跟你未來的室友 稍微聊一下天 然後還有跟房東相處一下 看看大家合不合得來 對雖然說這不是很容易判斷 但是畢竟你們之後要長期的待在同一個空間 除非是你們生活空間完全隔開 否則的話都需要互相的來往 如果相處不好 每天工作回到家之後 還要有一個高壓的氛圍 其實也是挺難受的 好那就進入到最後一個問題啦 第六個問題是 請問要先找工作再找住宿比較好 還是反過來呢 我是覺得不一定啦 關鍵是看哪一個比較難搞定 那如果說你住在城市 找工作比較容易 但是要找一個好的住宿比較困難的話 那就先找住的地方 再在你的居住地附近找工作 因為像我們之前住在凱恩斯 我們就是先找到住的地方 然後再找工作 因為工作很多而且很密集 你隨便找都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集籤 需要找指定的工作 或者是你想跨州移動到其他州 那就需要先找工作 等你確定下來之後 再去找住宿的地方 像我們之前工作在內陸的小鎮 它可能就是比較偏遠一點 所以就要先確定工作 然後再附近找住宿 那到不了的話 其實也可以找親女 Airbnb也可以 就是先去住幾天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定論 總之就是先解決比較困難的那個 好今天我們回答的六題 關於住宿跟找房子的問題 如果有幫助到你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其他呢 還有很多詢問關於找工作 還有英文學習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有兩集特輯 會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這兩個影片喔 沒錯 那還沒有看過Part1和Part2的 記得待會就去看起來喔 那要是你還有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追蹤我們的IG 私訊我們 對我們都會一一的回覆喔 嗯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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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